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现了那个心愿还要描绘更远大的理想 金牛座金牛座人如同默默耕耘的老黄牛一样 一直都在为目标而不停地劳碌着 奔波着 这个星座的人有着极强的自律能力 即使没人催促 没人提醒 他们也总能明确自己现在该做什么 接下来该干什么 总之就是为了大大小小的目标一直在忙着不停 而且不辞辛苦 不懂得劳逸结合 以至于看上去常常是疲惫不堪的样子 双子座双子座人追求新奇 追求变化 脑海中时时刻刻 涌动着各种各样的想法 规划 可惜各式各样的目标被制定出来后 双子座人根本无法顾及全面 因为太多计划分散着他们的注意力 再加上他们做事情往往是三分钟热度 所以这个计划还没做完 就开始着手另一样了 结果到头来 什么都没实现 只是白忙活了一场